编辑界的流量王主 叶剑的神 明明是务后工作者 余正为啥比大多数明星还火 没有人比我更懂流量蜜貌 余正 新闻学出身 但酷爱表演 奈何演技太过智能 又不被重视 虽然是上戏表演戏的旁听生 却也是个自卑敏感的人呢 不过 但余马是谁 这点小困难还能难倒他 当时还是小透明的他 摸爬滚打了一圈后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 正好 干随TVB资深监制李慧民 学习如何最大程度 规避风险的业界 不过最后余正觉得 我跟你写了一个40集的剧本 你一分钱都不给我 然后还不写我名 你好狠心哪 最后在他一指诉状下 俩人闹得是沸沸烟烟烟 也避意的彻彻敌 但人李慧民不仅表示 我都不想说 就你写的剧本 他能用吗 随后又送给他一句 多用心在创作上 少用心在场作上 虽然这句话 余正是听进去 但听反了 从那之后 他就跟打开了任督二脉似的 把娱乐圈翻来覆去 借鉴了个遍 又连惹到了大佬穷瑶阿姨 还能秉持着 多用心在炒作上 大放厥诀 中国电视剧发展那么多年了 你敢说哪一个桥段没被人用过的 比如说 郭敬明你说他抄袭 人家告了 他输了 什么时候有人告于正抄袭 从来没有吧 他只是一个借鉴 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什么时候有人告于正抄袭 从来没有吧 我屁 结果 这脸不仅打的啪啪像 还被一百多位编剧 联合跑步 但他本就摇摇欲坠的口碑 急转直下 其实被爆抄袭都不是第一次 只是在那之前都在狗狗碎碎罢了 譬如 让他爆红的美人心记 还没写完 就被原作者发现了借鉴的蛛丝马迹 不过 咱鱼妈倒是二话不说 紧急买版权 不 也不是没说 后边补了句 哎呀 我也是写到一半才看到这本小说的 你看我还很实现的主动买了版权 不信的话 你们去问问作者本人 而且我寻思 我的美人心记 跟他的胃一样臣服也不像啊 就用了三个桥段而已 结果 人原作者表示 你再说 我可要一针一针比对了哈 什么玩意儿 更别提 还有当年到的沸沸扬扬的 公所心域和步步惊心 知道有人拍轻功戏了 鱼妈觉得 这时候拍壁虎 你拍我也拍 而且我肯定比你们快 果然 一部35集的电视剧 两个月拍完 过后制作了不到半年就开播 可见 他是有多怕被别人抢占先机 过 步步惊心主演刘诗诗当时的惊喜人 蔡易农气不过了 内涵了一波 但 咱鱼妈是谁 我管你说啥 反正我嫌不额了 再说你们也告不了我盗版 而且你们肯定糊 你啥意思啊 该说不说 剖开剧的评分不谈 公所心域当时的收视率 确实抱的是一塌糊涂 这部剧不仅让鱼妈鸣密双手 更是让杨幂火的大街小巷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通过这次的成功 鱼妈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那就是追求流水线一般粗枝滥造的IP模式 好看就完事了 事实证明 她的做法确实带给了当时的那鱼 一点震撼 圈内纷纷开始效仿 但是 通过借鉴而来的侯 始终经不起时间的推敲 随后就被爆出 她的这些剧 没有内涵 全是借鉴 再加上 群庸阿姨亲自下场 正面硬钢 让她的事业 也是沉浸了好一段时间 不过不得不承认 咱鱼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内鱼追求电视剧流水线发展的时候 她另辟蹊径 带着沿袭攻略强势回归 狠狠打了大毒的脸 完了还不忘对剧本 装造以及演员等等阴阳关系 更别提最近播出的 《复仇爽君墨语云间》 撞上了《小红娘》和《青云娘2》 她也根本没在怕的 我就要撞 我偏要撞 这才更能从侧面体现 我有多么厉害 好家伙 没有人比鱼妈更懂怎么借力打力 也没有人比她更懂阴阳文学了 她入行以来一直在用行动来宣誓 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怪我 也干不掉我的样子 那我就是能活怎么办呢 就好比有人考试抄你的卷子 结果成绩比你好 你还没证据 你就说你气不气 不过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火出圈 我祝她成功吧 因为这很难做 顶流制造机 去频频造被刺 难道是因为这张嘴 鱼正刮码发炎和蜜植操作的背后 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的那鱼 可以说有一半的顶流都是鱼妈捧红的 但是在她眼里 大部分人都是无恩负义 我有一个艺人 她在我的这里慢慢红起来的 当然当年她不是女艺号红的 她是个配角红的 她在一个群里面 她们自己群里面嘲笑了我一下 被人截图发给我 这种对我的伤害都是很大很大很大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做做做之 鱼妈一直都很敢说 无论是在综艺里犀利的演评 能力实在太差 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不顾别人死活的单方面输出 你胖克瘦的差不多 老师 其实我也一样 我见过好看太多了 所以不能以我的标准为标准 也许你在普通人眼里也还可以 还是各种疑惑发言 我每年拍三部戏 我养活上千人 我在做很大的功德 我觉得我在外界 我都是一个万人景仰的人 我到哪里都被人包围的 出了微博之外还有哪里 对我有反对的声音 没有啊 我看不到啊 你骂我 我就是不死 我气死你吧 我气死你吧 可谓是凭借一张嘴 变内于无敌手 但是 童也是这张嘴 败才是这张嘴 对于曾经亲手捧出来的心头好闻 不管从前有多好 但凡有一点不合他心意的话 他都能一秒翻脸 毒舌上线 明里暗里内涵对方 从而表现自己才是无辜的那个 不仅如此 他还能极其自洽的说着 你一个过期的演员 我用自己所有的钱 来把你嫌疑翻身了 即使有什么误会 我说你几句难道我说错了 不过大部分不炮轰的人 都会选择大事化小 小事化粮 但林心如可不惯着 那如果是个男人的话 就应该站出来把话说清楚 想当年林心如拍了于正的美人心计大火之后 决定转行当制作人 理由是 他觉得不能被框住 想挖掘自己在事业上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拍了青蛇防飞 咱也不知道于妈到底是哪里不爽了 最后在各种采访里 就他指名到姓了 讨厌所有扮演白莲花 其实是麻辣烫的人 非常非常讨厌这个人 台湾的女的 过气了 然后我也把她做红 喝给林心如别去坏了 站出来把话说清楚 你以为这就完了 跟她合作过的都免不了被内涵 那就更别提没合作过的了 前阵子余政的新剧 五福临门开拍 后来现场说的那人 就是出许的 还说什么 林开拍前人跑路了 看不上我给的配角 那就出好吧 你一没跟人签合同 二还是换了主角 还是个新人 人家有别的选择 很正常吧 果不其然 在网友们一致的讨伐下 我就这么回应了 哎呀我的普通话不好 可恶可恶 还有节目里 明明是自己主动cue的注意龙 还要反过来为自己洗白 我是无辜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 可是数不胜数 如果说于妈在跑红演员 参数度方面有点手段的话 那他更拿手的 绝对是包装自己了 只不过他给自己的包装 往往都是自家矛盾的 知道观众喜欢什么 他会说 知道怎么引战 他更是毫不吝啬 也许在大多数眼中 他是个 你疯 我比你还疯 你不疯 我也是随时随地准备 发疯的内娱电弓 但不可否认的说 他也确实因为各种原因 博得了眼睛 获得了流量 实践了他的目的 不过我倒是觉得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 为什么他的抄袭 他的自洽无底线 能再注重风气的内娱 火了这么多年 可能是因为 他不用脸的精神 再说不说 他在选人选角 把握观众喜好 和吸引流量话题 这些方面 确实厉害 但毕竟也是个公众人物 要再这么无原则无底线 一条路走到黑的话 那可就值得深思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啦 谢谢 再见 拜拜